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上帝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在线上一起来阅读上帝的话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第30章第1节到24节 让我们一起来阅读上帝的话 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我们这样说 你要把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因为时候将到 我要让我子民犹大和以色列回归故土 重整家园 我要领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 他们要重新拥有这土地 我上主将宣布了 上主对以色列和犹大人民说 我听见战利的声音是恐惧不是平安 试想男人会生孩子吗 为什么我看见每一个男人用双手抱着肚子 像临残的妇女呢 为什么每一个男人的脸都那么苍白呢 惨啊令人恐惧的日子快到了 这是空前绝后的日子 这是我子民痛苦的时辰 但他们仍将幸存 上主万军的统帅将说 那一天我要折断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恶 斩断锁住他们的铁链 他们不再做外国人的努力 他们要侍奉我上主 他们的上帝要服侍我所选利来继承大卫的君王 我的子民啊不要害怕 以色列人不要惊慌 我要从那遥远之地 从你们流亡的国家 把你们抢救出来 你们要返回故乡 安居乐业 无所恐惧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要拯救你们 我要消灭那些我放逐你们去的国家 但我不消灭你们 我要造你们应得的管教你们 不会灭绝你们 我上主将宣布了 上主对他的子民说 你们的创伤不得痊愈 伤口无法医治 没有人理会你们 替你们裹伤 没有药可治好你们 你们的情郎全都忘记了你们 他们不再追求你们 我像攻击敌人一样攻击你们 残酷地惩罚你们 因为你们罪孽深重 你们过犯累累 不要再为你们的创伤哭诉 你们的伤口无法医治 因为你们罪孽深重 过犯累累 我才这样惩罚你们 然而吞吃你们的要被吞吃 你们所有的敌人要被掳 压迫你们的要被压迫 解夺你们的要被解夺 虽然你们的敌人说 西安被人遗弃 没有人关心 但我要医治你们的创伤 要使你们康复 我上主将宣布了 上主将说 瞧吧 我要让我的子民回乡重整家园 我要用慈爱戴雅各一家 我要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 在园子重新修造宫殿 那里的军民要发出送战的声音 他们要欢呼歌唱 我要使他们繁盛 人口增加 我要恢复他们的尊严 不再受侮辱 我要付清他们的国家 恢复他们的主权 我要惩罚所有压迫他们的人 他们将由自己的人统治 他们的领袖出自本族 我邀请他的时候 他会亲近我 没被邀请的 谁敢亲近我呢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我上主将宣布了 瞧吧 上主的烈怒 向强烈的旋风 在坏人头上旋转 上主的愤怒将继续 直到他完成一切的计划 那时候他的子民就会明白这事 从这个章节开始到三十一章 是耶利米苏当中的安慰之书 他紧接在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之后 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已经谈到 犹大人民要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 上帝会带领他们回归本地 本家故土 重建家园 虽然国家仍未复兴 但以色列民主得到新生 二十九章 耶利米写信给在巴比伦的犹大百姓 要他们好好的安居生活 在巴比伦 等候上帝带领他们回归的时间 到了三十章 开头就提到上帝吩咐耶利米 把上帝的应许记录下来 写成安慰之书 因此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充满着安慰 因此安慰之书可说是延续二十九章的内容 就是上帝要亲自安慰受伤 需要被服食的犹大人 也像我们表达他的心意 他要让我们知道 这一切是上帝救恩的应许 和使着应许实现的行动 这一切都出于上帝主动的安排和恩典 他设计安排整个救赎的活动 他保守着计划 让这一切能够顺利的前行 这一切都要显明 上帝是一位救赎的主宰 他按着他疼爱我们的约定 照着他与我们之间的应许 他将这样的丰富恩典赏赐在我们中间 今天这一段经文不断的提醒着我们 上主如何服食带领我们回归到以往过去的恩典之中 这也让我们重新再次省思 这一段经文当中很重要的信息 上帝曾赐予给以色列祖先的土地 归还给他们的后代 这土地原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第二个谈到的是 无论是犹大国的人或是以色列国的人 当回归故土的时候 已经成为一个民族 再也没有两国之分 第三个当他们重新拥有这土地的时候 表示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 没有因以色列王国而落空 也就是要向我们表明 上帝他仍旧是掌管这一切的主宰 向我们显明他是全能的上帝 上帝的应许无条件的带领以色列和犹大人 带领他们回到故土 建造圣殿 修建国家 这是清楚不过的重要信息 也意味着上帝使用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作为他的一个工具 惩罚管教他的子民 今天的这一段经文 上帝向他的子民保证末后的日子 你们就会明白 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指上帝要复兴他们的日子 那时他们会明白上帝审判以色列 最终目的是要借着审判来重建他的子民 值得留意的是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上帝的复兴与意志是没有带任何条件 甚至没有提起百姓要认罪悔改 这将来的复兴比起那快要来临的惩罚 真是无比大的美好 让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 上帝带来的安慰 成为贝鲁之民最重要的应许 也成为犹大以色列合一的确据 让我们看见上主通过这一段经文 提醒着我们领受他主动的恩典 无条件的医治 让我们看见上帝不带任何条件的服侍我们 疼爱我们 使我们能够成为他宝贝的人女 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亲爱的主上帝 感谢你让你的子民不用害怕 也不必惊慌 因为你是掌管全地的主宰 你让他们从流亡的国家抢救出来 你要让他们返回故土 安居乐业无所恐惧 你向他们所怀的意念是充满平安的意念 求主你将这样丰盛的应许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你带给我们盼望 你赐给我们医治 你带给我们扶持的力量 感谢主你丰盛的慈爱与恩典 你带领着我们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处境 让我们看见上主丰盛慈爱的应许在我们中间 也愿成就在这当中丰盛无条件的爱 也继续掌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愿这无条件的爱使我们懂得分享 懂得诉说 懂得见证 懂得回应 求主你用你的恩典继续帮助扶持我们 我们将同心在你面前祈祷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